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吃完了 我想尝一下这个彩虹卷 这个彩虹卷前一段时间因为它的颜值很高还上了热搜 彩虹卷其实是一道越南的传统料理 你看这里面有草莓 有牛油果 甘蓝 然后这个是虾仁 反正食材非常丰富 这里面有三颗整颗的虾仁 然后还有一些胡萝卜 黄瓜之类的 哇 这个是草莓 我突然想几句话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惊喜 这个香草三黄鸡还是挺入味的 外皮脆脆的 有那种三黄鸡特有的特点就是肉质很嫩很好咬下来 其实这个春春我刚才吃了两个里面本身就会有一些酱 这个里面是牛温果酱 每个里面都会有一些黄瓜 很清新 好 开始今天的弹幕时间 今天的弹幕时间就是今天晚上你吃了什么 好 弹幕开始 我刚才吃的这个牛排是澳洲和牛眼肉 我让店家做的是西分手 看一下这个酱 这个酱看着应该像黑胡椒汁 果然不是黑胡椒汁 其实我们家吃饭还真的比较讲究的 不光是晚餐 其实有的时候早餐我爸爸就做五六个菜 我想想昨天晚上我吃了什么 昨天晚上我爸自己炸的那种四起丸子 这么大个 炸了五个 还给我蒸了一盆扣肉 还有排骨嫩豆角 还有一个六根尖 还有一个凉菜 外加整整一大锅米饭 困扰着人类的第一大谜题就是晚餐吃啥 要不是这样吧 以后你们每天跟着我吃 每天我吃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不用踩雷 还不用想自己晚上吃什么 比如我今天吃的粉 你们就出去找粉吃 我今天吃的盖饭 你们就出去找盖饭吃 对 相信我没有错的 哈哈哈 我下面要吃这个蛋了 我要先把蛋黄扣掉 嗯 稀稀的蛋黄夹着那种特别浓重的 吃水香味 这样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啃了 要不然老是担心蛋黄留下来 我想要吃这个 简介三位鱼配一个香米饭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熟的三文鱼 以前一直吃的都是生的 拿着锅吃吧 这样子 这是熔岩冰淇淋的最后一块 哇这里面的牛肉是很大块的这种 然后汁很浓稠像咖喱汁一样 我要先吃这个大虾 哇是蛮大的 手这么大 其实这种大概的好处就是虾头的地方可以稍微吸一下 虾其实也是有虾黄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地方 就是那种小的海虾我也愿意吸一下 特别喜欢那个虾黄的味道 虾肉大约也有这么大把 那么大口好满足 不要把这个大虾人留起来 今天全桌还剩最后一份 熔岩冰淇淋牛肉 现在我要扣饭啦 其实扣饭应该是我吃饭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过程了吧 哇看这个牛肉这么大一块 我好喜欢这个 你要紧快放了我爷爷 那种 是不是好好看 我刚才想开个玩笑说顺总 但是我突然想这个词以后不能用了 因为那天有人给我发信说 那个咪咪你好我们家孩子好喜欢你 但是现在看了你的视频之后 他出去老是想顺东西 我真的没有顺个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这是很不好的一点 嘴欠是嘴欠 但是真的不可以顺东西哦 都把人家孩子叫坏了 今天的最后一会我省事不了了 又只能排着吃了 好今天晚餐结束 然后今天也是我晚餐吃什么主题 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 希望工作在各个岗面的大家 都要好好对自己 不要饿着肚子回家 如果不知道吃什么 或者纠结与晚餐是什么 大家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大卫迷你 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卫迷你 记得关注微博哟 拜拜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我们一会儿就吃到他电影吧 吃叶销吧 是吧 当然了 但是倡议乳酸菌 有倡议吃喝随心意 来开 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吧 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无种乳酸菌 零脂肪 然后还会促进我们的肠道消化吸收 带着这个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